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说起台积电的自信,其总裁魏哲嘉在5月中旬举办的年度技术论坛台湾专场上如是说, 台积电的同业中,真的可以同场竞争的并不多,一家在韩国,一家在美国,两家除了制造,同时都有自己的产品,也就是没有你的生意,他们还活得很滋润, 而台积电没有你们,就无法继续经营,这样你会放心把产品交给自己也会设计的合作伙伴吗?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还特别强调,大流行让全世界看到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人工智慧,AI,5G等创新应用驱动半导体的发展外, 企业特别向全球客户喊话,Trust,这是为何大家选择台积电的关键,台积电不跟客户竞争,客户先成功,台积电才能成功, 这牵涉到Trust的信任,在台积电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信任。 相较2022年的技术论坛上,台积电当时还特别强调,先进制程,领先三星电子, 并也特别说明,未来手机与车用半导体晶片用量大增,带动半导体长期发展。 魏哲嘉于今年的2023台积电技术论坛上,则特别强调,半导体持续创新, 对人类生活已产生重大影响,半导体从未如此被重视过,日常生活中已离不开半导体, 例如,现在冰箱上有很多panel控制面板,随时随地可以控制冰箱, 但他的太太就抱怨,这太繁琐,其实只要打开冰箱,就知道有什么东西了。 但他跟他太太说,这就是他的生意,千万不要抱怨。 这个世界需要半导体,需要所有晶片客户们发展出新产品,让生活更进步,更快乐。 魏哲嘉也进一步说明,人工智慧已带来革命性发展,并开玩笑地说,AI持续演进, 今年他的演讲不是由Chack GPT生成来的,但明年一定会。 此外,魏哲嘉也举例,台积电有一家AI晶片龙头客户,台积电的代工价格换算, 一颗AI晶片约卖600至700美元,但令台积电吃惊的是,他却用20万美元买下搭载此晶片的机台设备, 他还跟客户说,Are you really my friend? 客户则说,Do you know what is the product's value? 这就是AI的强大价值。 另外,台积电亚太业务处长则指出,根据相关机构估计, AI产值将在2030年达到15.7兆美元, 虽然产业短期遭遇逆风、全球经济等挑战,仍乐健生城市AI应用广泛的发展, 包括AI、5G、6G、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等都将驱动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也进一步指出,IG只用了两个月达到百万用户, Chat GPT则是短短5天就达到百万客户, 两个月冲上1亿个用户,成为线下全球杀手机的应用, 所有产业皆看到AI的应用,充满无线商机。 看见对手如此吃香,同样在大力发展晶圆代工业务的英特尔, 在半导体试矿不佳的背景下,为了IDM2.0战略达成, 也不吝惜对代工部门的投入。 不过,业绩下滑的英特尔面对的状况似乎更加艰难。 Semi-Analysis的一名分析师发推文称, 非常不幸的消息,英特尔即将大规模裁员。 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和客户端事业部门的预算削减了约10%, 由部门来决定如何削减规定固定成本, 意味着多达20%的集体裁员。 但LTD工艺节点不受影响。 英特尔随后回应了, 关于该公司正在开始吸一轮裁员, 客户、CPU和数据中心集团预算削减的传闻。 英特尔发表声明称, 英特尔正在努力加速其战略, 同时应对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 他们专注于通过多项举措确定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 包括在公司各领域裁减一些业务和特定职能的劳动力。 他们继续投资于他们业务的核心领域, 包括他们在美国的制造业务, 以确保他们为长期增长做好准备。 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 他们致力于以尊严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受影响的员工。 台积电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 同样为强化晶圆代工事业竞争力, 船正在加快增设韩国P3厂中的4奈米晶圆代工生产线。 据韩媒首尔经济消息, 三星正在加速建设韩国平泽第三工厂, P3中的晶圆代工生产线该产线采4奈米制成, 目标2023年第四季首次量产。 据悉,P3厂新设的晶圆代工生产线最快将在2023年5月初次试运行, 此次投资占三星晶圆代工总产量的6%至7%。 引起业界关注的是, 三星攻击性的增设投资正与半导体试矿形成鲜明对比。 鉴于全球利率、物价上涨, 2022年下半开始, IT电子装置需求大减,连带影响半导体需求, 在此背景下,三星业绩也深受影响。 2023年第一季, 三星半导体继装置解决方案Device Solutions, DS部门营业损失达4.58兆韩元。 外界解读, 三星之所以持续投资先进制成, 并采取先盖厂房延后装机策略, 及Shell First Strategy, 背后意在取得晶圆代工业界的领导力。 2019年, 三星曾提出, 2030年系统半导体第一目标, 并表示要超越竞争对手台积电, 登上晶圆代工第一宝座。 进入2023年后, 三星也在该战略下, 持续投资韩国平泽第三工厂, 美国德州泰勒士晶圆厂等。 并据三星官方公开资料, 第一季三星半导体资本支出为9.8兆韩元, 年增加24%。 部分观点认为, 三星虽然稍微推迟记忆体扩产速度, 但正在快速进行晶圆代工投资。 与此同时, 三星将公布第二代3奈米制成进度, 据传效能较4奈米提高22%。 面对三星的追赶, 台积电在这次5月的技术论坛上表示, 自家300米制成, LN3节点将实现快速且顺畅的产能提升, 良率将比键5奈米技术。 据聚恒网报道, 台积电先进技术即光照工程副总经理表示, 台积电LN3在量产阶段, 产能在手机和高效能运算HPC应用驱动下将迅速提升, 良率将领先业界, 很快就可以比键5奈米技术。 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则表示, 台积电N3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 N3家族中的N3E已通过技术验证, 达成效能与良率目标, 并收到第一批客户产品设计定案, 将在下半年量产, 再迈入量产的前三年。 N3E新品涉及定案数量将是5奈米同时期的1.5至2倍。 该副总经理补充表示, 包括手机、高效能运算客户都积极采用N3制程, 踊跃程度胜过5奈米制程同期, 车用晶片客户也期待推进3奈米制程。 台积电应业界需求推出首个基于3奈米制程的 AutoEarly技术N3A,提供以N3E为基础的汽车制程设计套件, 将有助缩短客户产品上市时间2至3年。 除先进制程,台积电也持续提升特殊应用制程产能。 其工程副总经理指出, 2017年到2022年, 台积电对特殊制程技术投资的年复合成长率超过40%, 到2026年,预计将特殊制程产能提升近50%。 另外,台积电也积极扩充3D Fabric先进封装产能, 预计至2025年, 捷径时面积将赠为2021年的两倍以上。 面对三星、英特尔等对手拼命死追, 可建台积电一时也没闲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